國道一號整個南下車道封閉 一輛轎車四輪朝天 橫躺在路中央 駕駛乘客被夾在裡頭 消防隊員整個人趴在地上 確認傷患狀況 但車體嚴重扭曲變形 恐怕凶多吉少 駕駛三十六歲高姓女子 救出來時已經明顯死亡 乘客三十七歲料性男子 也頭骨破裂 雙雙傷重不治 死亡車禍發生在凌晨12點10分左右 國道一號南下後里路段 先是這輛轎車自撞護欄翻覆 接著後方另一台車追撞 速度之快 車頭幾乎全毀安全氣囊爆開 警方了解死者是一對夫婦 本來從新莊開車 要到台中的醫院回診 沒想到卻發生憾事 至於兩車有沒有禁速狀況 警方說事故發生後 距離第二次撞擊 至少還差一二十秒 應該可以排除可能 將調閱ETC資料 釐清案發經過 記者徐文李雲潔 臺中報道